第141集 木道两旁出现了很多裂口 从里面飞出了上百把青铜色的武器 那是长顶的斧头 他们从裂口砍出来 又从裂口收回去 循环反复 就像螺旋桨一样 周方厅的脑袋被砍掉了三分之一 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只有血在呼呼地往外冒 就在鱼丝呆愣的片刻 又有一把斧头砍在了他的腿上 他没有任何反应 无疑已经死了 鱼丝的大脑里冒出了两个字 福 福 罗宋卷和黄哈哈也跑过来 他们看着眼前的一幕都僵住了 无疑看着地上的周方厅 眼泪开始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张回也慢腾腾地走了过来 他朝里看了看 并没有什么表情 没有人说话 鱼丝早就忘了那只鸡橱 他自己走过来了 用小嘴一下下啄着鱼丝的鞋子 鱼丝低头看了看 把他拿起来 对吴鱼说 对不起 吴鱼擦了擦眼泪 弱弱地问了罗宋卷一句 还能 还能抢救吗 罗宋卷一脸悲怆 没说话 他当然知道周方厅已经死了 就算还有一口气 他们也不敢走过去 就算走过去把他拖回来 也必须马上送到医院抢救 可他们根本出不去啊 黄哈哈直截了当地说 没戏了 吴鱼哇的一声哭出来 黄哈哈轻轻抱住了他 他软软地靠在黄哈哈的身上 哭着说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黄哈哈拍了拍他的腰部 姐妈 姐爱 斧头机关还在快速旋转着 就像一个暴怒的盲人 找不到敌人在哪儿 但一直没有停止对着空气砍伐 大家就那么呆愣愣地看着他发飙 只有吴鱼一直在哭 大概三分钟之后 斧头几乎同时停止了转动 慢慢收回了墓壁内 接着 那些裂口纷纷合避 四周一下安静下来 吴鱼的抽叶声更清晰了 罗松卷说 吴鱼 你去找件他的衣服 我给他盖上 吴鱼没搭枪 还是哭 罗松卷走到刚才吃饭的地方 拎起了周方厅和吴鱼的包 回来 从里面掏出一件白色长袖T恤 拿在了手上 然后把两个包都背在了自己的身上 吴鱼突然对张回吼起来 你不是有秘籍吗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里有危险 张回面无表情地说 秘籍上没提过这个阿子呀 吴鱼突然朝里冲去 黄哈哈手急眼快一把拽住了他 你干啥 他哭着喊起来 我去看看他呀 黄哈哈牢牢地拽着他 不容质疑地说 你不能去 罗松卷对于斯说 把你的望远镜给我 于斯把望远镜掏出来 并没有给他 而是举起来自己看了看 虽然光线昏暗 但他还是看到了那一横 他放下望远镜 说 就这个福字 罗松卷问吴鱼了 刚才他跑进去的时候 才在啥地方了 吴鱼还在抹眼泪 悲伤地摇了摇头 你好好想想 吴鱼恼地说 我都没看他的脚 我怎么会记得 罗松卷很耐心 为了你自己 也为了大家 你必须好好想想 如果他没有踩到机关上 那些马战斧就不会冒出来 吴鱼呆呆呆地看着木道里的周方厅 还是摇脑袋 他根本没心情回想那些事了 于斯问罗松卷 你说什么 我在问吴鱼 你说什么斧 马战斧 你怎么知道 他们叫马战斧 我听评书里讲过 长平的斧头 叫马战斧 这个罗松卷对陵木了如指掌 如数家珍 于斯再次对他产生了怀疑 罗松卷突然说 我去试试 黄哈哈说 你找死吗 没有退路了 过不了这一关 我们同样会被困死 停了停 他又补充说 我尽量不要踩笔话 也许是对的 说完 他拎着T恤就走进了木道 于斯觉得 他什么都知道 他在装 吴鱼突然说话了 你等一下 罗松卷吓得缩了下脖子 立即停下 回头看过来 我想起来了 他好像踩在了那块石板上 斧头才出现的 哪块 吴鱼比划了半天 大家才知道 他说的位置 大概在口子附近 罗松卷说 你确定吗 吴鱼没说话 显然 他不确定 黄哈哈 既然符合货只差一横 我估计那一横就是机关 第142集 符合货只差一横 罗松卷想了想 点点头 然后接着朝里走去 于斯再次举起望远镜 聚焦在了他的两只脚上 于斯必须牢牢记住他走过的路线 如果他活着过去 那就是大家的安全通道 如果他死了 那就是前车之鉴 罗松卷避开笔画 慢慢朝前试探 成功地走到了口子的位置 大家好像都不敢呼吸了 无语也不哭了 周方厅就躺在那 他的脸朝上 好像正在端详着穹顶 已经看不见他的身体在流血了 罗松卷低头看了他一会儿 然后把那件长袖T恤 慢慢盖在了他的脸上 接着他又朝前迈步了 于斯死死盯着他的脚 望远镜也在微微抖动 罗松卷终于站在了 福字最上面那一横跟前 他果断地跳了过去 随着他双脚落地 于斯的心哆嗦了一下 没事 他落地之后背朝着大家 半天没有回过身来 似乎在做深呼吸 终于他转过身来朝着大家喊 看清了吗 于斯伸手摆了个OK 然后转头对大家说 我看清了 我在前面走 我踩在哪儿 后面的人就踩在哪儿 说完他就迈步了 手上的基础突然开始挣扎 并且叫起来 虽然叫声很弱 却表明他在反抗 于斯这才意识到 把他攥得太紧了 其实他是太紧张了 当大家走过周方厅 尸体的时候 吴于斯似乎想停下 被黄哈哈拽住了 他立声说 不许停 赶紧走 吴于亮枪了一下 把于斯吓了一跳 如果他只看周方厅 导致踩错了地方 那所有人都完蛋了 还好 斧头没有出现 大家终于来到了安全地带 前面不远处出现了 两盏长明灯 他们好像是希望 周方厅 永远留在了木道里 吴于朝他看过去 眼泪又流下来 上海妞 走了 吴于突然怒气冲冲地说 杜克怎么办 能咋办 不能把他扔在这里 不管呀 你还想背上他 吴于的嘴巴张了张 恰咳了 不管是谁 包括我 死了就死了 没办法 说到这儿 他拽了拽吴于的手 这灵墓里空气奇特 他躺在这儿也好 能永存 想看他的话 等到秦灵发掘那天吧 吴于还是不动 黄哈哈松开了他的手 你再不走 我们把你扔在这儿了 罗宋卷也走过来 说 吴于 走吧 一个人活着啥最重要 答案只有两个字 活着 眼下 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活着 吴于终于离开了 走出不远 他又回头看了看盖衣服的周方厅一眼 毕竟刚刚失去一个队友 所有人都不说话 于斯走在最前面 他用手电筒不停地照来照去 担心又有什么机关 吴于 吴于突然又哭出来 没人劝了 劝是没用的 他哭着说 都可不该来的 都怪我脑子坏掉了 没人接话 他又说 他在医院上班好好的 我非逼他跟领导请假 他妈妈生病 他刚刚请过假 他说年终奖肯定没了 他要求我 能不能等到明年 还是没人接话 他突然蹲下去 哭得更厉害了 是我害死了他啊 大家都停下来 黄哈哈递给他一包纸巾 他接过去 一边哭一边擦眼睛 张回突然怒了 被豪丧了 豪丧是句东北话 吴于虽然没听懂 但肯定明白大致的意思 他被吓了一跳 果然不哭了 睁着一双泪眼 看着张回 充满了恐惧 这个女孩刚刚经历了生离死别 张回的这声断贺 太不尽人情了 莫道理 一下变得特别安静 黄哈哈白了张回一眼 他刚刚失去男朋友 哭话怎么了 张回说 他有啥子个哭啊 明知道那嘎的很可能要人命 为了个鸡崽子 非让自己的男朋友去追 他不是蠢吗 现在出事了又在这儿嚎丧 说到这儿 他又看了看鱼丝 还有这个傻子 金灵墓还带个鸡崽子 像模像样的拿在手上 你以为你是玩鹰的 鱼丝冷冷地盯着张回 并不说话 黄哈哈对张回说 已经出事了 你说这些干啥 然后他大声说 吴云 你哭 放开散门哭 我就不信了 哭还不让哭了 吴云已经哭不出来了 他擦干了眼睛 慢慢站起来 暗淡地说 谢谢你 黄小姐 我们走吧 张回的表情依然凶狠 他对鱼丝说 看好你的鸡崽子 他要是再惹事 我直接嚼了他 鱼丝还是没说话 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挽回尊严 但不是现在 张回盯着他 又补了一句 瞅啥瞅 你再瞅我把你嚼了 信不 鱼丝竟然笑了 后来 他一直为自己的那个笑 很满意 他看了看手上的基厨说 其实那就是一只鹰 张回品味了一下鱼丝的话 跟我装疯卖傻 你会知道的 他没想到 他这句话 竟然成了某种称语 第143集 罗宋卷拽了拽张回 走吧走吧 走投无路的时候 每个人都容易急躁 平静 平静 霍云 你男朋友的死 并非毫无价值 我们要感谢他 他用他的生命 给我们探出了一条路 上帝会带走他的 大家接着朝前走 气氛十分沉闷 只有几双鞋底摩擦木道的声音 他们离那两盏长明灯 越来越近了 罗宋卷和张回走在前面 成了两个逆光的背影 黄哈哈小声问 鱼丝 你为啥说你的基础 试着鹰了 一种暗示 啥暗示 有一天你就会知道的 张回不让鱼丝瞅他 鱼丝就想 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会把张回的眼珠子 弯出来未击除 让他知道 被鹰灼瞎双眼的滋味 不过 这个暗示太隐晦了 他不想说 黄哈哈却察觉到了什么 他说 你别跟他过不去啊 那是个痞子 不会 你就是个打扑克的 虽然你在牌桌上 占无不胜 但你不会打架 你过奖了 没人占无不胜 黄哈哈来了兴致 你输给过谁啊 看那金魅龙大学的 Libratus 我一听英文就头疼 那是个人工智能系统 曾经打败了四个世界顶级 德州不可玩家 去年我出国 正好有个机会试了一次 输了 那就好 保持这种心态 吴渝突然小声说 我还是想 回去看看他 不行 要是你追不上 我们就麻烦了 吴渝不再坚持 他的眼睛再次湿了 黄哈哈又说 人斗不过机器 很正常 就像人斗不过天 也斗不过地 就说这个陵墓吧 说灭了你就灭了 于斯压低了声音 我们现在是在跟人斗 斗啥斗 都是难兄难弟 于斯朝前指了指 急切地说 你还看不出来吗 他们俩是一伙的 张绝 罗宋卷说张绘信佛 喜欢动物 每年都给收留 流浪猫狗的机构捐钱 现在这个张绘出现了 你看他像了 黄哈哈皱起了眉头 于斯接着说 目前我们只有一个男的 很被动 但至少你们要相信我 有啥 实在不行 我们就跟他们分开走呗 于斯无奈地说 黄哈哈 不信你试试 看看你分得开吗 试试就试试 说完 他果然喊起来 前面呢 你们站一下 罗宋卷和张绘先后回过头来 黄哈哈走过去 指着张绘说 你太野蛮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不跟你们走了 罗宋卷愣了 这 这谁出的药子呀 我说了 不要拉帮结派 我们只有团结一致 才有可能走出去 不用你说讲 我们已经决定了 罗宋卷 打量了一下 于斯和吴鱼 这才问 那你们 打算从哪走 这你就管不着了 你容我提醒一句 黄哈哈 直接打断了他 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走了吗 张绘说话了 你们把吃的喝的 都留下 黄哈哈眼睛一瞪 你抢劫 张绘没有任何表情 我个应这俩字 我要是不给呢 那你们走不了 吴鱼被这个东北人吓着了 不敢说一句话 黄哈哈说 那你试试 张绘冷冷地盯着黄哈哈 你走试试 剑拔弩张 吴鱼拽了拽黄哈哈说 大家还是一起走吧 于斯也说 不争乱了 一起走吧 罗宋卷对张绘说 分期解除 走了 张绘却没有迈步 他对于斯黄哈哈和吴鱼说 你们走前面 黄哈哈很轻蔑地瞪了张绘一眼 大步朝前走了 于斯和吴鱼跟上来 走出一段路 于斯才低声说 看看 他们是不会放我们走的 找了机会我靠了他 这家伙是只生米长大的 就算你靠上他也没用 这类人我见多了 吴鱼停了下来 于斯朝前看去 这条漫长的木道终于走到头了 有一条台阶朝上伸去 很窄 只能通过一个人 于斯用手电筒照了照台阶 布满了尘土 应该没问题 他拉住了吴鱼 自己先上去了 爬上十一层台阶 他从一个长方形的洞口冒出来 他爬上去 四周是一圈夯土矮墙 高度齐腰 朝外面看去是个很大的空间 就像第一层和第二层地宫 天光幽暗 但依稀能看见大概的轮廓 那是密扎扎的防射 于斯爬到了矮墙上 打算蹬高望远 矮墙烫得非常结实 他跳上去之后竟然没掉一粒土 黄哈哈在下面喊 啥情况 你言传一声啊 于斯没理他 他被眼前的环境惊呆了 这是一座用泥土烧制的城 只不过是缩小版 很多角落点着长明灯 在火光的映照中 有的区域亮 有的区域暗 更像是一座鬼城 于斯看到了街道 房舍 远处的王宫 还有三三两两的人 他们似乎在光天化日下正常生活 突然天就黑了 他们也随之定格了 这应该是泥塑的古咸阳 此时 于斯正置身于一户平民家的后院 他刚刚爬出来的地方 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石头箱子 上面有个长方形的窟窿 宽度大约三十公分 他用手电筒朝旁边照了照 石头箱子对面有个石槽 一侧有排水口 夯图矮墙的出口处挂着个木牌 上面写着一个字 青 黄哈哈也爬了出来 于斯从矮墙上跳下来低声说 我们进城了 黄哈哈私下看了看 大声问 这是啥地方 于斯对他嘘了一声 在这座阴气森森的城里 鬼知道藏着什么东西 另外三个人陆续爬出来 罗松卷用手电筒照了一圈说 这是个厕所 你咋知道 罗松卷照了照那个木牌 这个字就是厕所的意思 于斯恍然大悟 原来那个露着窟窿的石头箱子 其实是个古老的作变器 那个有排水孔的石槽 其实是个尿槽 就是说 他们从第二层爬到第三层 是从一户平民家的茅厕钻出来的 那位两千年前的帝王 肯定预想到了未来会有人闯入 他把这些闯入者贬成了蛆虫 想接近他深植于地下的王宫 想接近他安息的官果 想一睹他伟大的尊荣 就只能像老鼠钻洞 蟑螂钻孔 蛆虫钻侧一样 爬进来 第144集 黄哈哈说 爹 这设计太恶心了 于斯再次对他嘘了一声 罗宋卷也把声音压低了 我们去外面看看 说完 他先出去了 于斯又朝那个坐边器看了看 里面黑乎乎的很深 他在书里看过 那个时代的茅厕都是这样的 左传成功十年中就写过 晋景宫正准备用餐 突然肚子发胀疼痛难忍 他去了茅厕 结果一不小心跌入粪坑丧了命 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茅厕的君主 茅厕旁边还有一道矮墙 里面有两只泥土烧制的猪 他们一大一小一花一百 看上去形态丑琢 非常可爱 他们脚下横着一个厚墩墩的石槽 从后院绕出来 罗宋卷突然停下来 他取着手电筒照了照 院子中央有一口水井 井边有个人 比正常人小一号 他弯着腰好像正在挤水 那是个泳 罗宋卷又朝屋子里照了照 左侧的木格窗开着 露出一群娃娃 他们都竖着不整齐的揪 好像在看热闹 一张张笑脸在漆黑的环境中很吓人 右侧的木格窗也开着 里面好像坐着一对老人 正在面对面说话 这户人家的房子和院子都是夯土的 典型秦代民居结构 大门两旁种着桑树 院中央有口井 不过那井只是个模型 并没有深度 三间房 按照秦代的说法 正中是大唐 西侧是西旁内 东侧是东旁内 院子一角有仓 大家走出大门 外面是一条里像 夯土路面很平整 隐约还有窄窄的车辙 鱼丝对黄哈哈说 客客进行 黄哈哈掏出瑞士军刀递给了鱼丝 有了张回 他好像不再那么戒备鱼丝了 鱼丝在这户人家的门框上刻了个这字 然后说 等我一下 说完 他就走进了乡邻的那户人家 院子里没人 看不到那种像人又不是人的泥友 反而让人更心虚 他绕到了屋后 走进了茅厕 同样有个石头做变器和一个小变槽 他朝做变器里照了照 下面是封闭的 没有通道 他绕到院子中间 正要离开 回头看了看窗子 左侧的关着 右侧的开着 他有些好奇 慢慢走了进去 虽然屋子里的摆件比较简单 但依然能看到当时的生活迹象 堂屋正中摆着桌椅 虽然是古咸阳城里 但墙上却挂着斗笠和几件古老的农具 那些农具的造型有些奇特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他走进了左侧的屋子 里面是两间 外间是厨房 有锅灶柴火和米缸 里间是卧室 炕上有两个女人叠在一起 似乎正在恩爱 这个场景把鱼丝吓了一跳 再一看 原来是一男一女 只是那个男人披着长发 他们的姿势很高难 男上女上 这不是黄色小说就不说了 鱼丝在旁边坐了下来 用手电罩着他们 心跳加快了 过了半分钟 他忽然恐慌起来 他正在观望两千多年前的一对夫妻的私生活 那么在未来会不会有人通过高科技还原这一刻 站在他的旁边观望这一切呢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此时此刻 他应该对四周那些来自未来的目光有所感觉吧 这么想着 他好像真的听见有人说话了 这个古人在看古人 口音很古怪 也像是这个故人在看故人 故人 就是死了的人 他私下照了一圈 炕上有两只古朴的箱子 地上有个很小的墨盘 墙上挂着一把青铜剑 他无心在观战 退出去了 另外的人都在等着他 黄哈哈说 我以为你又从厕所钻下去了呢 彼此没说话 他跳过一架 又走进了一户人家 他在抽查 三个小孩站在桑树下 一个大典的小孩刚刚爬上去 好像要去摘桑圣 彼此绕到后院 这户人家有个马厩 离厕所比较远 一个男主人模样的秦代汉子 正在给马喂草 于此走进厕所 朝坐边器里照了照 里面没有通道 他基本明白了 从第二层地宫来到第三层地宫 只有一个入口 这个入口就藏在某一户百姓家的茅坑内 他绕过那几个小孩 走出来 对大家说 除了我们钻出来的那个地方 所有厕所都是十地的 罗宋卷说 于此信息 这个信息很重要 谢谢 我们走了 自从周方厅死了之后 吴于就很少说话了 他在悲痛欲绝的时候 曾经依靠黄哈哈 毕竟那是出了他唯一的女孩 但其实他对黄哈哈并不亲近 现在他一个人举举独行 离黄哈哈远冤的 于斯走在最后面 一边走 一边观察四周 这是一片居民区 两旁都是房舍 于斯依次朝院门看进去 里面结构各不相同 都有人生活 有的在扫院子 有的在访线 有的蹲在门口吃着面 于斯真的就像回到了秦朝 他甚至真的听到一些百姓 用远古音在交谈 还闻到了每户人家 不同的饭菜味 实际上 整座城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烟火器 只有一股坟墓的烟尘味 第145集 每个院子至少燃着一盏长明灯 似乎是专门用来照明的 就像某个典范村成了景点 从此失去了正常的生活 每个细节都是为了参观者准备的 于斯朝上看看 又是一重天 不过他并未发现一颗星星 顶部黑咕隆咚的 秦始皇就是这些百姓的天 没有人说话 自从张回出现之后 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了 大家慢慢朝前走 都很警惕 路上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走动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男性一般穿着娇领长衫 竖着发迹 也有的戴着小帽 或者扎着金子 女的一般都穿着粗布皈衣或如裙 这些勇的表情各不相同 没有人会想到 秦始皇竟然在地宫里 塑造了这么一座城 还移来了这么多的民 看来他把咸阳城都搬到地下来了 他要在地下继续统治天下 只有军队没有人民怎么行 走出这片居民区 他来到了一条大道上 这里的人明显多起来 还陆续出现了马车 多数是普通矗立车 拉着木头粮食或者蔬菜 有的马车上则是宽大的车厢挡着窗帘 看上去比较华丽 那应该是贵族的交通工具 于此拉开一扇窗子朝里看了看 里面果然坐着一个人 穿着上衣下长的黑色大礼服 头上带官 目视正前方表情肃穆 两旁立着很多店铺 画着各种粗糙的招牌和幌子 写着小传字 米茶酒当战剑药等等 还有些自于斯不认的 看来这里是商业区了 商铺内有人在交易 在交谈 于斯甚至看见 有个客人似乎跟店家争执了起来 薄粗脸红 一只手甚至抓住了腰间的长剑 就像秦朝的某一天 有人用一支巨大的多维度照相机 把整座都城的所有细节都拍下来了 然后以这张照片为参照 无数工匠用泥土把它还原出来 走着走着 前面出现了一条河 河里用夯土塑成了流水的形态 波纹清晰可见 上面有一座石头小桥 写着后凤桥 有个老年妇女跨着篮子 踏在台阶上 正准备过桥去 房子平民河流小桥 所有比例都缩小了一号 如同明雾 顺着河流的方向朝左看去 可以看见一座城中城 竟然有几分危恶 罗松卷停下来 后面的人都停下来 张回靠在小石桥上 掏出了一根烟 他旁边就燃着一盏长明灯 他把烟取到了火上 想把它点着 火太大了 烧掉了半根烟 他放在嘴上猛吸了两口 烟着了 罗松卷说 这是古咸阳城 不知道在问谁 黄哈哈对张回说 东北乔寺 你家密集咋说的 张回继续抽烟 没搭理他 他又对于斯说 查查你那本地宫探索宝典 不会有的 探看呗 吴鱼说话了 他问于斯 你把我的小鸡搞到哪里去了 在包里 给我 于斯放下旅行包 刚刚把小玉拿出来 他就愤怒地叫起来 鸡鸡鸡鸡鸡鸡鸡 好像在抗议 说来也巧 旁边的一个店铺 好像是卖琴类的 塑了一只卢花鸡 正在门口觅食 可能正是这只卢花鸡 让吴鱼想起了小玉 吴鱼把小玉接过去 捧在手上 用脸贴着他 眼泪又流下来 不知道小玉 触碰到了他哪个情感区域 于斯把地宫探险指南掏出来 找了半天 并没有找到地下 这座泥土城的信息 不过书上提到了 古咸阳的布局 古咸阳的遗址 位于今天咸阳市 东面大约十五公里的地方 秦孝公十二年 公元前三五陵 开始修建 然后由岳阳迁都来到了这里 慧文王时代 扩建了这座城 秦始皇登基之后 他每灭掉一国 就会模仿该国的宫市 在城内建一座相同的宫市 由此有了六国宫 直到项羽杀入咸阳 烧了这些宫市 咸阳就变成了废墟 作为秦都 咸阳存在了一百四十四年 它有一百万人口 是当时最大的城市 不过 靠古人员经过多次勘探 并没有发现古咸阳的城墙地基 有人说 周边的山 就是它天然的城墙 为何从古咸阳穿过 在城内又分成了一些枝柳 为了保证王宫用水 还开造了一条古渠 直通王宫的篮池 因此 古咸阳遍布很多石桥 但名字都已经不可考 有一座城中城 那就是王宫了 当时西方是尊贵的象征 所以王宫在西 之外是大城 大城是百姓的居住区 在东 还有个说法 王宫是南北走向 为京县 正对着天上的紫威园 为何是东西走向 为尾县 正对着天上的银河 在古咸阳的北部 在中轴县附近 有一组宫殿建筑 它坐落在秦代上远古道的东西两侧 一座天桥横空跨越古道 把两侧的宫殿连成了一体 简直是个奇观 于是在王宫的方向 果然看到了一组建于高处的宫殿 也看到了在半空中那个天桥 专业名词叫格道 很显然 这里就是古咸阳了 看上去 这座地下秦都显然没有那么多人 但于是猜测 至少有几百间房子 几千个平民有 另外 它还辨明了方向 左侧是西 虽然书上的信息 都是从网上摘的 但在地下就显得太重要了 看来 任何虚拟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 只要没了信号 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只有纸质的东西 才是摸得着看得见 用得上的 于是把书塞进了旅行包 这里就是古咸阳 这么说 秦始皇的棺材 应该就在这里了 在哪 肯定在王宫里啊 吴虞说话了 我们找秦始皇干什么 找出口才是要紧的呀 这里到处都是房子 都是井 都是库 都是排热渠 找出口 谈何容易啊 于是突然盯住了石桥上的 那个老年妇女 她明明记着她的位置在桥下 停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台阶上 而现在 她已经移到桥上了 她趁大家说话的时候移动了 于是看向她之后 她又保持着朝前走的盘山姿势 一动不动 第一百四十六集 黄哈哈顺着于是的目光看过去 问 你看见秦始皇啊 于是指着那个老年妇女说 她动了 黄哈哈被吓了一跳 也盯住那个勇 看了一会儿才说 没动啊 于是说 刚才她在桥下 张回扑的一声笑出来 什么也没说 把烟头弹进了河道里 黄哈哈大声说 胡说 她一直就在那儿 她明明在桥下 你又出现幻觉了 然后 她问吴于 刚才那个老太太 是不是在桥上 吴于看都没看一眼 她抚摸着基础 低声说 我没看到 黄哈哈又问罗宋卷 你记着吗 她一直就在桥上 于是 你清醒清醒 别一惊一乍的 我们坐下来商量商量吧 接下来该咋办 没人坐下来 于是不服气 她走上桥去 盯住那个老年妇女 她面容憔悴 似乎走得十分吃力 一双眼睛浑浊而冷酷 很像于是印象中 一部日本动画片里的 古怪老太太 于是看了看她的双脚 跟桥面几乎是相连的 她观察了好半天 并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终于回到了大家跟前 什么都没说 罗宋卷说 这里跟上两层不太一样 这里也太复杂了 我们想找到出口 必须分头行动 张辉靠在石桥上 甩过了一句 不行 罗宋卷看了看她 解释说 你看 这里有几百间房子 还有那么大的一个王宫 出口可能藏在任何一个地方 跟地道站差不多 如果我们一起找 就算师傅搜一间房子 一个小时搜六间 十二个小时搜六十间 也得搜上十天 我们的食物挺不到那个时候 你算错了 十二小时是七十二间 总之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不管谁找到 肯定钻进去自己跑了 其他人不就玩犊子了 罗宋卷似乎一时 不知该怎么反驳了 鱼丝黄哈哈无鱼都没说话 生死攸关的时候 这五个人肯定互不信任 不管谁找到出口 如果直接走了 其他人只能继续找 等于从零开始 罗宋卷终于说 不会吧 张回说 你保证不了谁 罗宋卷端详了一下张回 冷不丁地问 你找到 你会自己怎么 当然了 罗宋卷被呛得一愣 过了一会儿才说 就算每个人都这么想 我们来碎碎性价比 如果我们分了食物 分头找 按照几率来说 第一个人第二天会发现出口 他走掉了 第二天 过两天也找到这个出口 这期间他的食物肯定吃完了 但一个还活着 他也走掉了 又过两天 第三个人找到这个出口 这个时候过去了六天 一般来说 他不会被饿死 也能走掉 好 就算另外两个人 已经奄奄一息 没有力气找到这个出口了 这么算起来 我们很可能活下三个人 占百分之六十 总比大家自己在一起 全部饿死强 张回的口气 还是那么平淡 要是五个人一起走 第一天就找到出口了呢 那几率只有十分之一 再说了 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发现出口之后 自己走掉的 你也不会 我们分成东南 西南 东北 西北四个区域 分开之后 第一个中心点 每过两个钟头 大家在中心点会面 互相通报消息 如果没人发现出口 就继续找 就算有人找到出口离开了 由于他没有在中心点出现 我们也缩小了范围呀 比如他负责东北区域 我们所有人 就一起去东北区域搜索 不行 罗宋卷有些无奈 那又不这样 我们分成两个队 这样至少都一倍的可能性 说说看 咋个分分 我和鱼丝 加上无鱼 你和黄哈哈 张回摇头晃脑地说 不不不 你不能离开我 诶 张回兄 为啥呀 张回盯着罗宋卷 不为啥 反正你不能离开我 于斯一直没说话 但他有点糊涂 他本来以为 罗宋卷和张回是一伙的 可是看他们的眼神 和对话似乎不是这样 他们之间应该有着 更深层的关系 而且更像是一种敌对关系 罗宋卷看了看黄哈哈 黄哈哈说 我也不同意分开 至少鱼丝不能离开我 罗宋卷说 那好吧 张回兄 咱俩走一起 他们仨走一起 张回还是看着罗宋卷 那个兵也不能离开我 罗宋卷不明白了 张回说 万一兵马俑复活了 他还能帮我除两下子 剩下那两个废物 随便 如果黄哈哈跟罗宋卷和张回走 他肯定要捆上鱼丝 那就剩吴鱼一个人了 让他单独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罗宋卷看了看黄哈哈 又看了看鱼丝和吴鱼 终于没话说了 这个张回完全是在虎脚蛮缠 于是看着他 心里又呈现出了弯他眼球的场景 几个人站在石桥下掰扯 老年妇女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他 于是抬头看了一圈 旁边的商铺果然是二层的 二层的窗户黑洞洞 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张回把眼睛转向了吴鱼 心怀叵测地说 还有个方案 你们走 把这个女孩交给我 吴鱼立即说 你搞搞清楚啊 我跟你都不认识 我会跟你走吗 跟我走你就认识了 罗宋卷把话岔开了 算球算交 还是一起走吧 一起把命交给老天 没人反对 他又说 我们先私下转转 母亲这个城的布局 看看能不能找到秦始皇的棺材 找到棺材不是为了瞻仰他 而是要确定这里是不是最后一层 在一个彻底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 每个人都会选择扎堆的 尽管明知道这不是最佳的选择 看来 古咸阳城之内水源丰沛到处都是小桥 竟然扑向江南小镇 很快 他们又看到了一座石桥 上面写着急顺桥 基础也算是一条纽带了 于斯和吴鱼渐渐走到了一起 于斯从旅行包里掏出了那张 害死徐兰雅的地图 又认真地看起来 他发现地图上画的城锅和宫殿 跟眼前这座古城很相似 不由对这张牛皮纸再次刮目相看了 他怀疑这张地图上画了几层地宫 只不过作者把景物都落在了一起 而每一层的西北位置 都有一条特殊的通道 他把地图转了转 又有了重大发现 对照石井 地图上的古城好像转了一百八十度 变成了上南下北 这样一来 那条疑似陷阱的通道就变成了东南位置 吴鱼探头看了看 问 你画的地图 于斯说 做个记录而已 他把地图装起来 又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吴鱼很客气地回了一句 谢谢 过了一会儿 于斯忽然问他 你们真的被一个叫黄江景的导游带进来的 是的呀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随便问 黄哈哈 罗宋卷和张回已经走到一起了 黄哈哈和罗宋卷说着什么 张回靠边走着一声不吭 他们在商业区走出不远 又在一个街口看到一座黑乎乎的石桥 借着火光 勉强看清上面刻着北流营桥 为什么我要不厌其烦地写出每一座桥的名字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很重要 希望你也记下这些名字 很可能跟你也有关系 于斯又问吴鱼 你们来陕西之前发生过什么 吴鱼说 什么都没有发生了 我们一直都好好的 本来打算十月十号举行婚礼的 场地都悬好了 说到这儿 他的眼圈又湿了 于斯说 过去你来过陕西吗 吴鱼使劲眨了眨眼睛 把眼泪憋了回去 低声说 第一次 他呢 他也是啊 你们很想来这里旅游 吴鱼有些不解 谈不上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回想一下 你们来陕西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暗示 走在前面的张回突然回过头来 于斯马上闭嘴了 吴鱼说 你怀疑我们是被拐来的 于斯赶紧伸出一根手指放在了嘴前示意他小点声 然后又看了看前面的张回的背影 这才说 你好好想想 来陕西之前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 就像有一双手在背后推着你们 吴鱼想了想 然后说 没有 于斯就不再说什么了 总体看 第三层地宫的西部是王宫 东部是百姓区 也叫吕鲼 吕鲼南部是居民区 中部是商业区 大家正是从居民区和商业区的衔接处钻出来的 此时 他们正沿着大道朝北行进 打算穿过吕鲼 最后进入王宫一探究竟 又经过一座很小的石桥 轮廓黑虚虚的 于斯又探头看了看 上面写着 鸡鸣桥 他在桥头停下来 吴鱼也停下来 问他 怎么了 于斯摇了摇头 接着朝前走了 走出几步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 小石桥拱着腰卧在那儿 看上去有几分鬼怪 他没有对吴鱼说 其实他刚刚发现了一个巧合 在他的记忆中也存在着一座鸡鸣桥 只是怎么都想不起他的来处了 神话 恐怖故事 某个预言 他忽然想到了旅行包里的本子 进入地宫之后一路奔走 他根本没机会写日记 现在他要用这个本子做个记录 尽管他也不知道这么干有什么意义 他掏出本子 几乎是摸黑写下了这几座桥的名字 后凤桥 吉顺桥 北流营桥 鸡鸣桥 吴鱼伸过脑袋来看了看 问 你在写什么 记住这些桥的名字 吴鱼用他不太聪明的脑袋想了想 然后好像悟到了什么似的 突然大叫起来 我明白了 这些桥的名字里藏着密码 第147集 鱼死愣了愣 吴鱼说 你对我讲实话 对不了 你倒提醒了我 你快告诉我 密码到底是什么 我在进了四座桥 还早呢 吴鱼最急着出去 他还在琢磨 鸡鸣桥 鸡鸣桥 是不是攻击打鸣的时候 出口就开了呀 你不要瞎琢磨了 前面的黄哈哈喊道 快点你们 鱼丝对乌鱼说 走了走了 四处黑乎乎的 每个泥塑建筑里都可能藏着眼睛 但大家钻出来有一段时间了 毕竟没有冒出一只侏罗祭的恐龙 也没有出现一对熊夜的兵马俑 甚至没发现一只老鼠 大家好像不那么草木皆兵了 走着走着 吴鱼突然说 我想起来了 确实不对头 鱼丝看了看他 你刚才问我 是不是主动来陕西的 我一直都在想 越想越不对头 最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只是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 鱼丝压低了声音说 你慢慢说 小声点 从哪里讲 从第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我不晓得哪一件才算第一件吗 好好 就从你的身份开始说吧 我有个闺蜜 她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师 鱼丝插嘴问 什么时候的事 两年了吧 你死赶紧置之 从你师父说 你要转运开始 我这个师父很厉害的 只要我现在呢 把你的名字发给他 他马上就会用天眼 看见你的长相 性格和命运 而且还可以用法力 帮你做修改 我讲这话的 他只需要一个名字 神奇的不得了 说转运 一个星期前呢 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对我说 你最近要转运了 但转机呢 在地下 于先生你不晓得 最近我真的很背道 跟公司的合同到期了 他们提出的续业条件 还非常的苛刻 那我就干脆辞掉好了 原定的机场时装秀 也都泡汤了 说不正常的事情 不正常的事情 我对杜克说 我要转运了 他还不相信呢 他这个人很老实的 每天朝九晚五 发财只有一个途径 那就是 等着领导给他加工资 我要他带我出来转转 本来我是想去桂林 看溶洞的 这家伙不想请假 怎么都不同意 后来他给我出主意 让我租个地下室住一住 把我下巴都要气歪了 他又给我出主意说 让我玩一玩 地下成云勇士 说到这儿 吴雨竟然笑了 脸上呈现出 甜蜜的表情 我就跟他发脾气啊 他晓得的 我辞职之后心情很糟糕 最后就还是同意了 要带我去青岛潜水 我又气死的了 我跟他讲 那是水下不是地下 于是知道 此事不应该打断 他对周方厅的回忆 但他更着急了解真相 所以只能委婉地说 这些都很正常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 你要听我慢慢讲吗 于是只好 耐着性子听下去 吴雨接着说 后来杜可同意 带我去桂林了 就在出发的前一天 我在楼梯上摔了一跤 我这膝盖疼的呀 是站不起来 就去了医院呀 医生用X光检查 这骨头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是好奇怪 我就是站不起来了 于是马上击中了注意力 吴雨继续说 我是个模特嘛 不能走路就废掉了 那几天都可以不怕扣奖金了 天天陪着我 还四处咨询 有个同事对他说 河南有个老中医 正果很厉害 推荐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就去了的呀 到了开封 找到了那一家医院 才知道 他们刚刚在陕西 开了一家分院 那个老中医 跑到咸阳坐镇去了 我们就来了咸阳 你说怪不怪 刚到咸阳 我的膝盖就不痛了 他手上的基础 好像被什么狠狠捏了一下 突然叫了一声 他赶紧把手松了松 心疼的说 宝贝 是不是我钻得太紧了 基础似乎已经厌倦了 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他闭上了焦黄的眼皮 于斯说 你继续 你说怪不怪 一到咸阳 我的这个膝盖就不疼了的 跟个正常人似的 能跑能跳的 于斯不由想起了 自己鬼使神差 来到陕西的情景 他停下来 你确定不是心理作用 怎么会嘛 杜克也说 我是装病骗他出来玩的 气都气死我了 到了陕西嘛 杜克就对我讲 我们去西安转转吧 我们就去看了钟楼 大雁塔还有城墙 最后去了兵马俑 兵马俑就在地下呀 当时我好开心的 没想到 从兵马俑出来之后 就遇到了那个导游 我们就跟他走掉了 黄哈哈在一座小石桥下 停下来 回头看他们 罗宋卷和张回也停下来 张回又在抽烟 他抽烟很凶 于斯赶紧和吴鱼 加快了脚步 黄哈哈他们 这才继续朝前走 于斯和吴鱼来到小石桥 跟前的时候 上面刻着 闻金桥 桥上竟然走着一群鸭子 姿态各不相同 看着他们 仿佛能听见满世界 嘎嘎嘎嘎的叫声 于斯突然说 吴鱼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吴鱼看了看于斯 你讲好了 我知道你和周方厅 都是好人 我只信任你 你信任我们 除了那个东北人 我都信任的 我就怕这一点 什么意思 你必须只相信我一个人 我才敢对你说实话 我不懂 我跟你说个命 你要保证不传出去 否则 我们都完蛋了 不会的 我这个人嘴巴很严的 再说了 你怎么也算是小玉的养父 而我是她的后妈 你说吧 你发誓 你怎么不相信人呢 于斯朝前看了看 这时候 他们和前面那三个人 相距大概三十米 他低声说 我们俩想要火命 必须逃走 吴鱼瞪大了眼睛 为什么呀 于斯赶紧嘘了一声 罗宋卷回过头来看了看 又把脑袋转回去了 于斯说 你要冷静 听我慢慢说 那个罗宋卷 跟张回是一伙的 他们把我们引到地宫深处 就是想害死我们 不可能吧 那个罗先生人很好的 他的智商比你高 你已经被他洗脑了 你以为我是个傻乎乎的大学生啊 动不动就被洗脑 我从小就在上海长大 我很有见识的 我有个发小叫李某 他肯定也来了 我猜他已经被害了 他在他的旅行包上 给我留下了警告 他 我 还有你 我们都是被人 拉进来这座陵墓的 你是说 带我们来这里的 那个导游 我不确定 我感觉 我们更像是 被下了什么咒 太离谱了吧 我跟你一样 也是遇到了 一连串的怪事 最后莫名其妙的就来到了陕西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也没想过要来这里 可是 他为什么要害死我 我又不认识他们 你认识一个叫小他哥的人吗 你问过的呀 我不认识的 你再想想 他是什么地方的 昆明 我都没离开过上海 不说这个了 前面又出现了一座黑乎乎的石桥 上面写着 少林横街桥 于斯又在本子上记了下来 这里的桥过于密集 显得有些古怪了 吴于说 你说他们要害我们 可是他们也没有害我们呀 其实于斯也不知道那两个人为什么一直不动手 这个秘密就像这个陵墓一样深 他说 我估计还没到他们该动手的地方 吴于朝前看了看 那你说黄小姐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他是追我下来的 他是个好人 既然他是好人 我们要逃走也应该带上他呀 这时候 黄哈哈还在前面跟罗宋卷说话 于斯说 没机会带上他了 我们慢下来 慢下来 他放慢了脚步 吴于也慢下了脚步 他好像一下想到了什么 我晓得了 就咱俩有食物 你是想抛弃他们 对不了 只要能逃掉 我宁愿把所有食物都留给他们 要么 你就是想要甩开黄小姐 你说那两个男的是坏人 其实是为了吓唬我 对吧 你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啊 我是被冤枉的 黄小姐冤枉你 不是的 他只是负责把我带回去接受调查 你要相信我 我并不是为了甩开他 如果现在他跟我们走在一起 我也会带上他的 右手出现了一条窄色的李箱 很深的地方才亮着一盏长明灯 十分的昏暗 于斯悄悄停下来 嘀嘀地问 没时间了 你就说愿不愿意跟我走 吴于朝李箱看了看 有些犹豫 于斯紧张地朝前面看了看 焦躁地说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他们想要你的命 你走 还是不走 走 但我要告诉你啊 我只是因为讨厌那个东北人 啊 啊 于斯突然拽起他的手 快步 冲进了李箱 躲开那三个人的视线之后 于斯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表面上大家还算是搭档 但是他带着乌鱼这么一藏 对方马上就知道 他们已经知道对方是敌人了 双方等于摊牌了 暗斗 立马变成了明斗 他可以一路装糊涂 但只要逃走就必须成功 不然会死得很难看 吴于倒不怎么紧张 他轻声说 我们找个房子藏起来吧 李箱夺过他手上的基础 手忙脚乱地放进了自己的旅行包 好 那么马上就会返回来 把我们消失的地方搜个遍 说完 他拽着乌鱼就朝东南的方向跑去 他要去找找 看看这一层会不会也有个特殊的出口 如果有 他会进去探探 虽然第一层那条通道是个死胡同 但这一层却是未知的 吴于不知道他想去哪儿 只能跟着 他还穿着那双坡跟鞋 跑起来很不方便 扭扭答答的 一路上他们又经过了一座小石桥 于是没时间去记他的名字了 拐了个弯之后 他们的速度慢下来 这中间他们又经过了三座小石桥 分别叫念道桥 丝木桥 还有一座叫什么东桥 或者东什么桥 于是没看清 终于 他们来到了古城的边缘 于是一边朝着前面走 一边观察着墓壁 吴于说 你在找什么 不要说话 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地下城显得更加阴森起来 这里是陵墓 人和屋都是坟土做的 他们只是某种祭祀品 整座地下城 其实就是个大坟地 于是必须尽快地找到那扇门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于是很快就找到那个奇形怪状的符号 他轻轻熟路地摸了摸 然后用力一推 一扇石门就转开了 吴于大声说 天 你有按道啊 于是把食指放在了嘴唇上 然后压低声音说 你留在这 我进去看看 如果能出去的话 我会回来叫你 不要不要不要 要是你自己跑掉了 我怎么办 我既然带你跑出来了 怎么可能自己跑掉 我不相信你 我在第一层也找到了这样一扇门 我姐就死在那里头了 我是为了你安全 说着 他把旅行包摘下来 放在了地上 这样总可以了吧 吴于掘起嘴来 我可是把自己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回来啊 放心 这条通道跟第一层那条完全相同 没有长明灯 于是举着手电筒 大步走进去 跑一会儿走一会儿 再跑一会儿 再走一会儿 木道终于宽阔起来 前面到了尽头 于是停下来 用手电筒照过去 又看到了那扇顶尖的木门 黑色石头上画着金色的图案 上方刻着一个怪里怪气的甲骨纹 那是个死字 他一下就绝望了 不过他还是走过去试了试 终于确定了还是一条死路 他终于一步步退开了 返回的时候 他的双腿就像灌了签 速度慢多了 走出通道之后 他看见吴于正把小玉捧在手上 跟他说着什么 他看见于斯出来了 赶紧问 怎么样 于斯摇了摇头 他一下就泄了气 你是不是在骗我呀 我还不如跟大家一起走了 于斯不解地看了看他 他又说 我们再找找 然后他看了看吴于手上的小玉 你把他装起来 不 他都要冻死了 于斯严肃地说 我让你把他装起来 吴于瞟了于斯一眼 嘀咕的 凶什么凶嘛 把小玉装起来之后 于斯背起旅行包 大步朝前走去 吴于扭搭搭搭跟上来 问 现在去哪儿呀 不知道 两个人走进居民区 一边朝前走 一边私下查看 到处都是密扎扎的房舍 上哪儿找出口呢 歇会儿吧 我的脚都要走出泡了 人家靠走台赚钞票呢 受伤了谁负责吗 说着说着 他突然闭嘴了 这时候两个人刚刚从一个理相走出来 前面突然挡住了一个人 他是罗颂卷 于斯一下就停了下来 跟吴于一起愣在了原地 就像捉迷藏被找到了 吴于忽然黑黑黑的笑起来 罗颂卷也黑黑黑的笑起来 于斯不知道哪根神经抽筋了 同样跟着黑黑黑的笑起来 吴于突然跑过去 站在了罗颂卷旁边 回身指着于斯说 是他非要带着我离开的 于斯打死都想不通 这里的向道错综复杂 他和吴于怎么偏偏就和罗颂卷撞到一起了 只有一种可能 罗颂卷更熟悉地形 罗颂卷不笑了 他静静地看着于斯 好像在等待于斯做出解释 于斯把手伸向了口袋 悄悄地抓紧了电击器 现在就罗颂卷一个人 于斯决定电倒他 然后掉头继续跑 没想到 张回和黄哈哈也跑过来了 黄哈哈先说话了 借着跑啊 于斯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慢慢走了过去 好什么跑啊 我们迷路了 你当我是碎娃 张回冷冷地看了看吴于 吴于委屈地说 他说你们都是坏人 想要害死我们 我很害怕 就和他一起跑掉了 张回竟然从背后抽出了一把弯弯的杀猪刀 看上去寒光闪闪的极其锋利 他竟然有一把杀猪刀 不但于斯意外 罗颂卷好像也很意外 而黄哈哈和吴于都傻住了 张回一步步走向了于斯 于斯的两条腿顿时就软了 本能地又把手伸向了口袋里 不过他感觉这个电击器太弱了 简直就像小孩子的玩具激光枪 黄哈哈回过神来 几步就拦在了张回的前面 你干啥 张回说 杀他 你个二杆子 脾气咋这么大 张回盯着黄哈哈 让开 不然我先捅死你 黄哈哈依然挡着他 回头对于斯喊 于斯 你赶紧表个态 然后又对张回说 他只是一时没想开 你不要这么暴躁 张回把杀猪刀 抵在了黄哈哈的脸上 低声说 我最烦祸悉你的 黄哈哈躲都不躲 你要是把我毁熟了 我他妈让你娶了我 信吗 你还骂人 这也叫骂人 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罗宋卷也跑过来 拽住了张回 低声说 哎呀 张回兄 冷静 张回把杀猪刀举起来 看了看 我掏出刀来就得见血 咋着 黄哈哈一把把刀拽过来 又准确地拽住了 鱼丝的手 还没等鱼丝反应过来 刀子已经从他的手上划过 一下就流血了 乌鱼叫了一声 黄哈哈说 这下行了吧 张回甩了甩杀猪刀上的血 盯着鱼丝半天 才说 这是最后一次 鱼丝咬着牙说了一句 你让我流多少血 我会让你流多少血 那你等我献血的时候吧 黄哈哈赶紧说 翻篇了 都不说了 然后 他从鱼丝的旅行包里掏出了急救包 给鱼丝的伤口缠上了纱布 血还是阴了出来 罗宋卷对黄哈哈说 把他的旅行包没收了 黄哈哈一把夺下了鱼丝的旅行包 把急救包塞进去 然后背在了自己身上 鱼丝的心里一阵悲凉 彻底丧失了反抗意识 现在 黄哈哈这个糊涂蛋 跟敌人站在一个立场上了 三个人都有战斗力 他一个人肯定对付不了 而这个废物一般的无鱼 就是个墙头草 黄哈哈还不罢休 对鱼丝说 电击器 鱼丝愣愣地看着黄哈哈 没有动 黄哈哈喊起来 别装糊涂 把电击器交出来 留给他 黄哈哈瞪着张魁问 问啥 那东西在他手上也就顶个大号手机 没啥用 对方把你打败了 还把你俘虏了 却不让你交出武器 这是一种侮辱 黄哈哈这才不再坚持 鱼丝终于说话了 把本子给我行吗 不行 鱼丝怒了 我说本子 黄哈哈这才听清楚 你要本子干啥 写一书总可以吧 黄哈哈打开了旅行包 吴鱼趁机把基础拿出来 捧在了手中 黄哈哈掏出本子 递给了鱼丝 罗颂卷心平气和地说 鱼丝 现在大家生死与共 你不要再向这离开了 请相信我 这个团队里没有坏人 如果非说有 那只有吴鱼 吴鱼愣愣地看了看罗颂卷 罗颂卷并不看他 继续对鱼丝说 我相信你是真的不信任 我和张魁 你好心带他走 他却把你咬了出来 吴鱼辩解道 不是这样子的 罗颂卷看了看他 轻轻地说 你是个女孩子 胆子小 我理解 没骂他 赶紧走了 内耗 鱼丝 你走前面 鱼丝没有说什么 大步朝前走去 他再次成了被押戒的对象 第149集 五个人拐了个弯 竟然回到了最初的那条大道上 此时此刻 鱼丝在心里暗暗发狠了 大家总得睡觉 他要趁着大家睡觉的时候杀了罗颂卷 别看张魁横 于斯猜测罗颂卷才是头 擒贼先擒王 另外 黄哈哈和吴鱼都不喜欢张魁 但他们都信任罗颂卷 很难说服他们 在他们醒悟之前 在他们醒悟之前必须先干掉这个巧舍如簧的人 虽然黄哈哈上窜下跳 但他绝不是坏人 就算他不同意 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 那时候只剩下张魁了 黄哈哈和吴鱼都对他没有好印象 事态就会变成三对一 五个人走过一个个进阁的泥人 前面又出现了一座小石桥 上面刻着幻沙桥 桥上有两个人 一个妇女朝东走快下桥了 一个男人推着独轮车朝西走 刚到桥中央 于斯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个桥名 同时还补上了他开小差的时候 漏下的那几个桥名 他依然怀疑 这些桥名中藏着逃生的密码 他必须自己靠自己 罗宋卷走上来问 你记这些名字干啥 于斯冷冷地反问 不能记吗 罗宋卷说 哎呀 你不要这么敌对 我们可以推心置腹的翩翩 你的手没事吧 于斯没有回答他 停了停 罗宋卷又说 哎 你咋看黄哈哈这个人啊 一方是猫 一方是老鼠 于斯实在没什么可聊的 罗宋卷又说 那张回呢 于斯还是不说话 好吧 那你对那个上海女娃有什么看法 于斯看了看罗宋卷 突然说 我们把黄哈哈杀了吧 罗宋卷愣了 有一个张回都够受的了 你可千万别学他 于斯开始搅浑水了 罗宋卷你知道我为什么逃走 我必须逃走 只要跟着他 我出不出去都一样 罗宋卷摇了摇头 我说了 在这里所有的社会身份都无效了 只有队友 我们必须爱护和保护每一个队友 不管有啥问题 出去之后一并解决 那我就管不着了 于斯看了看他 就算我们真的出去了 你觉得你和张回没麻烦吗 我们 我们有啥麻烦 他很清楚 你们都不是好人 罗宋卷好像没听清指代 他 黄哈哈 罗宋卷皱了皱眉 问 为啥说我们不是好人呢 于斯不想说话了 黄哈哈在后面喊道 你懒得过啥呢 罗宋卷回头说 聊咸阳一个老中医 地上那个咸阳 还是地下这个咸阳 罗宋卷朝上指了指 吴鱼的思维很直线 他马上抬头朝上看了看 说 啊 既然咸阳在上面 我们为什么一直朝下走呢 罗宋卷停了下来 第一 朝上走的通道都被堵死了 第二 这里很多地方都是反空间逻辑的 我们怀疑上下也是相反的 第三 张回的祖传秘籍有个口诀 提示我们出口在最下层 那你再说地上的时候 就不要朝上面指了呀 我会感觉我们走错路了的 罗宋卷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 如果罗宋卷说起地上那个咸阳的时候 朝下指 那不更古怪吗 前面又出现了一座小石桥 上面刻着石人沟桥 桥上没有人 于是在本子上记下来 黄哈哈在地上坐下来 我累了 歇会儿 罗宋卷说 好吧 大家歇会儿 除了张回 其他人都坐了下来 张回一边抽烟 一边观望四周 地上是夯土 吴于坐下的时候 特意从背包里掏出了一张很大的餐巾纸 铺在了地上 他始终躲避着于是的目光 于是靠着桥头坐着 谁都不理 只是静静地观看本子上那些奇怪的桥名 反复组合 终于没找到什么关联 大家一直沿着大道从南往北走 已经来到了中部地带 王宫在左侧 这里还是商业区 有点像我们看到中国西部片丝绸之路上的小镇 有卖毛皮的 有卖玉器的 有卖体力的 拐角处 一辆马车似乎撞到人了 一个老太太躺在极米远的街面上 表情痛苦 御车者停住马车跳下来查看 车内的人紧闭窗帘并不露头 那匹马似乎事不关己 朝旁边看去 车前围了七八个人在看热闹 些许从秦代就有碰瓷的了 这里貌似很繁华很喧闹 于此俨然回到了现实中 虽然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现实 当他猛然意识到整座城里都是泥人的时候 他的心一下就失重了 回到了真正的现实中 这里是地下 是永远逃不出的陵墓 除了他们五个 没一个活人 而他们也仅仅是现在还活着 城市是有声音的 每时每刻 比如车声 人声 音乐声 就算最偏僻的农村也是有声音的 哪怕是黑天 狗叫鸡鸣 胖子的憨声 而这里没有一点声音 就像比古代更遥远的古代 比未来更遥远的未来 那时候所有人类还没有出现 或者所有人类都消失了 黄哈哈突然说 我恨死他 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也没人接话 过了会儿 罗宋卷才问 谁 黄哈哈没有正面回答 继续抱怨 为啥让我从厕所钻出来 如果有个出口 必须从某个厕所钻出去 我还是乐意的 我可以睡一会儿吗 鱼丝的心怦然一动 他正盼着大家都睡着呢 黄哈哈说 睡睡睡 我也困了 说完 他从旅行包里掏出睡袋 扔给了吴鱼 自己直接躺在了地上 把旅行包当成了枕头 吴鱼嘀嘀地说了声 谢谢黄小姐 然后他把基础放进背包 小心地铺好睡袋 躺了下去 罗宋卷凑到了鱼丝旁边坐下来 他对张回说 张回兄 你也睡会儿 张回淡淡地说 我站稳 这里没人 张回看了看鱼丝 他是人 鱼丝里都不理他 他对黄哈哈说 你把急救包给我诊诊 黄哈哈已经快睡着了 他不耐烦地打开旅行包 闭着眼睛掏出急救包扔过来 然后又躺了下去 鱼丝诊着急救包躺在了地上 罗宋卷对张回说 行吧 那辛苦你了 下次我站稳 鱼丝要急救包是有目的的 电机器不会一下之人于死地 但鱼丝的口袋里有一把瑞士军刀 他要用这把小刀割碎罗宋卷的喉咙 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抢救 鱼丝必须控制纱布和窗壳贴之类的 纸写物品 黄哈哈突然想起了什么 诶 张回 我们在第二层看到了一个草绿色的背包 那是你的 鱼丝盯住了张回 这正是他想问的 张回淡淡地说 是 你问啥扔了他 张回很不配合地说 我为啥不能扔了他 你这人吃枪药了 睡觉睡觉 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 鱼丝想起了那张昆明西山区停车场的小票 他也问了一句 你去过昆明 张回看了看他 不能去 鱼丝就闭嘴了 他坚信 这个人在撒谎 罗宋卷就坐在鱼丝的旁边 这是天赐的机会 可是张回却不睡 他站在桥下 两只眼睛亮晶晶的 就像一个不需要睡觉的机器人 鱼丝心急如焚起来 黄哈哈仰面朝上 嘴巴微微张着 已经睡着了 吴鱼背对着大家 侧身躺着 不知道他睡没睡着 鱼丝把脑袋靠在桥头上 微微眯封着眼睛 偷偷盯着张回 光线昏暗 对方根本发现不了他 在看他 张回看着远处的黑暗 并不动 好像陷入了某种沉思 罗宋卷把脑门抵在膝盖上 打起了瞌睡 这种姿势 正好把脖子最娇嫩的部位 藏了起来 鱼丝需要走到他的背后 一只手拽着他的头发 把他的脑袋提起来 另一只手以飞快的速度滑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过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张回终于坐下了 把脑袋垂了下去 整个地下安静而黑暗 没人抵挡得住困意 而罗宋卷睡着睡着 竟然仰起头来 把后脑袋抵在了背后的石桥上 嘴巴张得大大的 甚至流出了咸水 他的脖子暴露出来了 而且变长了 似乎正渴望一把刀划过 鱼丝要行动了 第150集 鱼丝又等了好长时间 张回始终不动 看来也睡着了 鱼丝终于轻轻爬起来 他打开瑞士军刀 在手里捏弄了几下 找到了最稳实的抓握位置 然后捏手捏脚地朝罗宋卷走去 在警方眼里 鱼丝是个杀人犯 其实他是清白的 但从现在开始 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杀人犯了 无所谓 他已经适应了这个角色 此时 不管是谁 只要有人醒了 他就前功尽弃了 比如黄哈哈 他怀揣愚蠢的正义感 若是发现鱼丝逼近罗宋卷 一定会冲上来阻止 比如吴鱼 他肯定投靠强大的一方 大喊大叫拉响警报 张回就更不用说了 他不会叫 他会直接冲过来 把鱼丝制服或者杀死 还好没有人醒来 每个人都太累了 鱼丝一步步走到了 罗宋卷跟前 他的心跳得就像打鼓 表情也因为极度紧张 变得猙獰 他站在了罗宋卷的斜后方 一只手伸向了 罗宋卷的头发 突然一声巨响 好像什么东西坍塌了 他吓得一哆嗦 立即缩回手来 同时把瑞士军刀塞进了口袋 大家都进入陵墓太久了 一直处在死气沉沉的环境中 已经要发狂了 因此这个声音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 张回 罗宋卷 黄哈哈和吴鱼四个人 几乎在同一时间惊醒过来 鱼丝几步就冲到了桥上 他看见离他们二十多米远的地方 有个泳倒下去了 他快步走过去看看 这是个男性勇 他的身体完好 只是脑袋碎了 一块泥土上睁着一只眼睛 看上去充满了笑意 他把几块脑袋拼了拼 心里一冷 这个勇多像罗宋卷啊 难道 罗宋卷原本是个勇 受到什么点化变成了真人 找到了身现代人的衣服穿上了 然后混入了大家当中 现在 他要把这些闯入者带到哪里去 审判地 可是 他的原型为什么突然倒下了呢 找不到逻辑啊 或者 这个勇类似某种巫术的偶人 他替代罗宋卷崩塌了 罗宋卷这才躲过了一劫 其他人都跑了过来 罗宋卷弯腰看了看说 走了 接下来 与死万念俱灰 回想从第一层到第三层地宫 江山有了 王宫有了 百官有了 军队有了 人民有了 女人有了 财富有了 该有的都有了 就是说 这一层很可能就是底了 既然到底 也就接近审判地了 前面又经过了一座石桥 上面刻着大有方桥 于是掏出本子 寄上了 黄哈哈走到他的旁边 把旅行包摘下来说 给你 累死我了 我不敢背了 有我在 你跑不了 说完 他直接把旅行包挂在了于是的肩上 你咋远了远点了 于是把包背好 还是不搭理他 走出一段路之后 黄哈哈又说 我跟你表白一下吧 咱俩在那个石头迷宫里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你的 不过就那一阵子 于是没什么感觉 他只是想起了那首张三的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莫名有些酸楚 黄哈哈嘀咕了一句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出了商业区 来到了手工业区 两旁都是些作坊 野铜的 铸铁的 烧砖的 烧瓦的 制陶的 做骨气的 造兵器的 这里不像商业区那么繁华 但也很热闹 那些热火朝天的劳动者 肌肉结实 似乎满脸都是汗水 又经过一座小石桥 上面刻着台子桥 于是又记下 你真把自己当游客了 于是这才说 谢谢你 谢我啥 你帮了我呀 我啥时候帮你了 于是不再强调这个话题 他把本子放进了旅行包 李某肯定在灵墓里 黄哈哈愣了愣 似乎都忘了这个名字了 半天才回过神来 大哥 罗宋卷说的是张回 张回都出来了 于是回头看了看 罗宋卷和张回 正看着他和黄哈哈的背影 他赶紧把头转回来 又多了一种怀疑 两旁这些逃制的场景 如此珍贵 他们为什么不好奇呢 看上去 他们好像对这里的环境 已经熟视无睹了 于是说 我只跟你说一遍 你爱信不信 那个草绿色的背包是李某的 他下来了 已经挂了 我和他还有周方厅和吴虞 我们都被同一种东西拽起来的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个罗宋卷和张回是什么人 但我敢肯定 他们绝不是好人 刚才你们睡觉的时候 本来我想杀死罗宋卷的 结果你们醒了 他捡了一条命 于是 我提醒你一下 你还看见水银变成人了呢 我承认那可能是幻觉 但我都怀疑不是直觉 是推理 就算你是对的 你想咋办 你握联手 把他俩靠上 靠在一起 然后逼他们说出实话 就算他们不说 我们也可以压着他们自己找出口 不至于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这是我的最终建议 你咋看那个上海女娃 她不是坏人 我是说 你作为一个男人 感觉她可爱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问这个 随便便便吗 挺可爱的 是 你带她逃跑也是为了她和 对吧 最后被逮住了 她马上就推到了你身上 她还可爱 不说她了 你干不干 干啥 找个机会 靠了她俩 黄哈哈回头看了一眼 这时候 双方已经拉开了五十米的距离 黄哈哈说 那个张魁简直就是个东北的刀枪炮 你觉得我能拿下她 那就趁她睡着之后 学见怒死她 我不敢 于斯冷笑了一下 你是个武警 你有义务保护别人 更何况也包括你自己 我可以救人命 但不可以要人命 又路过一座小石桥 上面刻着领兜桥 桥上立着一男一女两个泳 他们并不是在行尽中 而是好像突然看到了于斯 一下愣在了那里 于斯记下桥名之后 看了他们一眼 也愣住了 这两个泳好像穿着现代人的衣服 另外 他们的形象很像张回和黄哈哈 于斯叫了一声 黄哈哈 黄哈哈凑过来问 你总结这些桥名到底想干啥啊 于斯掏出手电筒 抓了几下充电柄 偏偏在这时候不亮了 于斯随手就把它扔了 指着桥上说 你看 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时候 并不容易联想到那是自己 黄哈哈盯住了那个男人友 然后猛地回头看了看 似乎想确定张回到底在哪里 接着又把脑袋转了回来 咋那么像张回啊 于斯说 你再看看旁边那个 黄哈哈又看了看那个女人友 突然拽住了于斯的胳膊 那是 那是你 说完他就朝桥上跑过去 还没等他走近 那两个勇突然变矮了 就像充气人漏了气一样 一转眼他们就摊在了地上 化成了满地的水银珠儿 黄哈哈也跑了过来 满地的水银珠正在四处的滚动 很快就渗进了石缝和夯土中 他顿时目瞪口呆 于斯看了看他 低声说 你也产生幻觉了 罗宋卷张回和吴鱼都来到了桥下 罗宋卷说 你们看啥呢 我们该朝西走了 黄哈哈大声说 那玩意儿真的存在 啥玩意儿 黄哈哈赶紧问于斯 你叫他啥 蚯蚓拱人 黄哈哈立刻对罗宋卷说 蚯蚓拱人 说完 他几步就跑下去 打着手势激动地说 我亲眼看见水银成精了 他们变成人了 张回很怀疑地问了一句 在哪儿大的呢 就在桥上 我和于斯一靠近 他们就化了 张回走上桥 打着手链筒蹲下去看了看 并没有说话 吴鱼说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我咋知道 他们有灵魂 你是说他们有思维 他们还会预测 预测啥呀 这个上海女孩 竟然冒出了一句北方话 于斯看了看罗宋卷 没有进一步解释 张回慢慢走下来 没那么邪乎 没那么邪乎 他们可以愉快地吃了你 他们有嘴吗 我很想见识一下 他们会动 这就够了 如果他们变成了你的样子 少比你大也好 严严实实在罩住你 你走到哪儿 他们跟到哪儿 就等于是把你给吃了 他们这么牛逼 咋还撩了呢 罗宋卷说话了 至少 目前他们并没有要伤害我们的意思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 赶紧去王宫吧